大家好,我是賴建信 欢迎收看今天的宇宙不同节目 联合国订定每年的3月22日为世界水资源日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水资源的冲击 以转积我的个人的看法与经验 台湾刚好有北回归线通过 而太平洋的护热带的高压 对我们台湾的影响 加上跨市道的环流 以及夏天里面的这个台风 让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国家 有非常复杂的天气变化 而我们的国家 有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比比皆是 而我们的一滴水 从下到我们的土地 一直流出到我们的海岸 是非常短的时间 那台湾的河川有几个特性 一个是非常短 而非常的陡 这两个特性 让我们不容易存续水量 还有另外一个特性是 因为台湾是由于地壳板块的挤压 融起出来的一个岛屿 所以我们的地质状况非常的脆弱 一旦山洪爆发的时候 常常挟带的很多的这个土砂 对于我们的取水跟用水产生的影响 去年此时我们正遭逢百年大旱 而时至今日 虽然说很多的水库是蛮酷的 但是面对到这种的情况 我们将如何因应呢 首先我们必须将这一滴水 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做好管理 水源头的集水区要做 把水土保持 尽量让这个雨水能入肾 尽量减少土砂的流出 至于中游的这个水库 库容如何去维持 也是我们如今面对了一个大的状况 因为如我刚刚所说的 上游河川的将携带泥沙进来水库 一旦泥沙淤满了水库 下了再多的雨水 水库也蓄存不了水 而水库的水 要送到我们的家户里面来 必须要自来水的管网 所以在稳定供水的部分 政府用了几个策略 第一个是从制度面 把国土的管理把它做好 第二个也许我们能让 这个雨水之间的空间 的不平均的部分 透过我们所谓的珍珠串 也就是台湾西部走廊 供水管网的串联 可以让雨水从北部支援中部地区 中部支援南部地区 或是南部支援北部地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北水南调 南水北调的工作 这个工作正逐渐地在我们台湾各地 在推动之中 那未来这个工作完成了之后 无论是哪一个地方的降雨 我们都有充分的供水管网 可以互相来做调度 其次是没滴水 既然来自这么不容易 而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水 循环再利用更好 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 比如说是以色列 他们的水资源的回缩率是很好 比如说新加坡 他们也大量地使用 所谓的再生水 而台湾目前也积极地 来进行战胜水场的建制 到我们未来 我们希望有10%的供水量 是由我们再生水场所来供给的 而除此之外 台湾四面环海 若是能充分运用 我们这个地形的特性 在主要的产业的生产端 或是我们人口集中的都会地区 在冬天利用充分的风能来制造水 也就是利用海水淡化的这个技术 来提供水量 把我们珍贵的水资源 蓄存在水库里面 换句话说 我们水库的使用的水 也就是平常尽量不用 那尽量在枯水期的末端的时候 尽量来使用 这样子对于我们调试气候变迁 可以有更好的一个作为 欢迎收看今天的与众不同节目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